我本想要大吃突吃 怎知我現在不知吃甚麼好 Kiki的來一來 當然吃都是我 好 下又是阿May 我是Kiki 今天就是狗圍爺的自助餐系列 我們就來到北角 這裡有一間成哥新開的酒店 就叫歷山酒店 昨天才開的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它的自助晚餐 我們已經提前買了Early Burger 已經在八五節就可以吃到它的晚餐 我們試試是怎樣 我看到它在顯示網上有很多食物 而且我買的時候 見到星期六日 那些大日子已經被人買了 嚇到我馬上叫Kiki快點去買 哈哈 大家支持我們的自助餐 記得CLS comment like 和 share 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唱才看 現在天氣已經開始變動了 大家都要保住身體 我們都不在這裡穿涼那麼久 大家記得穿多一件衣服 穿多張皮 沒錯 我們快點進去吧 GO 我們現在就來到歷山酒店的自助餐了 因為太多人預約的關係 所以我們已經進來這個宴會廳 連ball room也要坐的話 證明這間真的非常多的朋友 在幫餐 其實正常應該是坐外面的 我覺得這裡的裝飾是挺漂亮的 很多的吊燈啊 裝飾 但是我很不喜歡的地方就是用地毯的 就像酒樓的地毯 我覺得是很骯髒的 我覺得八五節之後 就每人大約六百元左右 五百九十幾這樣 價錢來講其實都算貴的 這裡第一下我就覺得 東西種類是很少的 它是熱婚呢 其實只有一張長桌大約十幾款 海鮮就大約五款 那甜品也是十幾樣的 就是對於這個價錢來講 我覺得是偏少的 感覺真的有少許像lunch buffet 還有它是剛剛生開張的 基本上我們都是來做白老鼠的 哈哈哈哈 我都預計其實怎樣都會有些脫樓 廚師那些都很少 即不論是我們做生蠔 或者可能切牛肉 或者煮麵 其實真的太少廚師了 最想說就是我覺得它這裡的桌子 我覺得好像考我沒有考試 會把桌子前面都有一個號碼 然後呢 它有一個號碼 整個房間都是很多號碼 好像跟人面試 或者可能在考試的感覺 沒有辦法二人限聚令 我們試一下味道看看怎樣 第一款要介紹當然是不少海鮮區 總共有六款海鮮 包括現在酒店比較少見的三豪 還有不少得的波士頂龍蝦 還有阿拉斯加長腳蟹 亦都有海鱸、青口 還有海蝦 在六款裏面 我排了一排最久的就是生蠔 我們進來沒多久之後 它已經開始有一個人龍出現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師傅處理 而且開豪洗乾淨它 其實都需要很多的時間去處理 所以其實我排了5分鐘 條圖完全沒有動過 然後Kiki拍完之後回來找我 然後說為什麼還在這個位置 我想等了7、8分鐘就拿到手了 每人是走路三隻 我想拆蝦的環境 其實真的要改善一下 因為它是不能沖水的 尤其是師傅點水 然後找嫂子掃走蝦的蝦 所以很容易掃不清 還有一些蝦汗是殘餘在這裡 戳雞蛋汗 大家吃的時候都要小心點 今天吃的這個蝦就是來自紐西蘭 是完全不能在這裡排隊 它整隻超級小隻 而且是很薄皮 就是很頭 透到看到底下的蝦 蝦的蝦是很大量的海水味 所以是很鹹的 加上它本身的肉已經是很薄 而且有小隻 完全吃不到鮮味 好像吃了一口蝦的蝦 還有一餐吃到蝦的酒 就是比較少一點 這個蝦真的不太好 另一個也很受大家歡迎的 當然是波士等龍蝦 龍蝦的肉不算是很大 它的肉質地就真的很十分 加上整個龍蝦是很冷 它吃了一個冷的雪條 在口中 很難咬是很韌 就是咬到牙比較軟 不是肉很薄或者不新鮮 就覺得它解凍方面要做得更加之好 就會易入口很多 感覺到很厲害 海鮮是好吃的 是很鮮甜的 而且是有很多汁的 因為一日後是吃到一口海水味 加上不會過鹹的 你也可以吃得到蟹腳的鮮甜 完全不會咬到牙膠軟 龍蝦真的咬到牙膠軟 就是非常喜歡吃海鮮 淡淡的感覺 再來 有需要我和地方一起吃 爛了 我覺得它的青口和韓洞的尺寸都很大 我覺得它很新鮮和鮮甜 這兩款都很不錯 至於蝦方面就不過不實 而且它也不算很大 很普通 當中最喜歡的是吃它的長腳蟹 熱分大約是15款 其實數量不是很多 佔了最大部分就是咖喱 好像有4-5款咖喱 其他都是一些大家經常會看到的 例如有些燒味 有一些龍蝦 還有中湯 西湯 這個自助晚餐的種類 真的好像是午餐飲料 對比其他自助餐真的少很多 我個人是有點失望的 我們都吃了差不多10款了 我覺得有兩樣東西是好吃的 第一是龍蝦 我覺得龍蝦是淡淡的好吃 然後我覺得花枝片也不錯 但其他那些是不好吃的 還有這裡是很特別的地方 可能是因為冬天 有差不多聖誕節的關係 所以現在是有火雞片吃 是有這個辣味 就是我們吃完之後 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 東西真的很冷 是冷得很緊要 感覺到是放了很久 還有我看到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們是波窩的關係 下面是有一個 平時一人火鍋的爐 很小的火 來保持食物的溫度 我覺得是完全不夠 所以我剛才吃的咖喱雞 是冷得好像在雪櫃拿出來一樣 當我看到白刺雞和燒鴨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想笑 有點像成哥白街的熱盤拿過來那些 那些燒美飯那些 拿過來這裡順便買賣 給這班人吃 就算是那個燒鴨 其實它的皮都一點都不脫 已經軟了 那個白刺雞 其實真的完全想起 在白街買的頹飯 所以我都沒有夾到 我夾了 是嗎?你夾了 是啊,但不好吃了 我沒有夾到 感覺到那種頹的感覺 然後我就 哎,不好吃了 頹廚之外 其實它的雞還有咖喱雞 然後有些印度風味的雞 最後是火雞 火雞方面我就試到 看到它的肉好像粉粉的 粉紅色火雞 可遇不可求嘛 對不對? 好像很棒 試一下吧 這個肉是很無味的 加上它的醬也很淡 所以我就 我都不知道吃了什麼 其實要火雞 好像我們現在亂來的 但這個真的是我們真實的感覺 還有很多東西 我都是看它旁邊的牌子 才知道 哦,原來這個是雞 哦,原來這個是 不知道印度什麼雞 相對之下 我覺得它的海鮮 我會吃多一點 因為這一張很長的桌 最正的東西 我小時候都猜不到 原來是中湯最正 中湯是好喝的 但是就是我們平時自助餐 喝的那些中湯 你說好出色呢?又不是 剛剛就吃了火雞和燒牛肉 燒牛肉是一個澳洲的西冷扒 覺得這個西冷是好吃的 又不會很韌的 咬進去是很嫩滑 同時也有很重的牛肉味 這個是好吃的 火雞都已經遇到不好吃的了 很老了 粗粗的 那就是很一般的 那我本來也想吃鴨乾 要師傅這樣煎的 馬上煎的 已經有五六個人在等著 但是呢 我等了五分鐘之後 那條龍是動都沒有動過的 真的跟阿May的生蠔一樣 要等很久了 我覺得是真的有問題 因為可能剛剛新開 他沒有預計到這麼多人吃 他預計那些人手是預計得不夠的 這裡的刺身是需要自己下單 這個單已經放在各位的桌上了 除了刺身之外 還有一些日本的捲壽司 但我看到馬上也不太討好 我們吃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然後它的湯真的完全沒有了 而且呢 還是沒有人補充 然後就剩下這麼少 他現在補充得很慢 那些蟹腳已經沒有了 剩下一些很瘦很瘦的 他完全沒有人補充 等了很久 因為我很想吃蟹腳 我覺得來這裡 其實吃蟹腳 雖然是我真正的目標 才可以讓我回一半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已經吃到什麼好吃了 KK現在還在吃麵 我剛剛吃了刺身 它就來了 總共有五款 其中我夠膽叫就是北海道帶子 還有它的阿根廷紅蝦刺身 寫了要一份 那它就來了一份 但不知道為什麼紅蝦刺身 不知道去了哪裏 漏了單 就算了 那我現在試試看 我現在有點伺服器的感覺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 為什麼來這間店 我覺得很好笑 我本想在這裡大吃突吃 誰知道我現在不知道吃什麼好 KK的來一來 當然了 吃的是我那樣的 大哥 這個很正常 這個可以叫 很正常 我對它最低的要求就是不腥 這個沒什麼味道 你吃到刺身的質感 但是 你說它很鮮甜 又不是 但是就不腥 我很少吃自助餐 吃到不知道吃什麼好 所以我最後決定吃了一個粉 這個是一個喇沙 湯有一點鹹味 但是完全沒有喇沙的湯底的味道 有點像我們平時吃雲吞麵 那種沒有什麼味道的湯底 我自己對這間店是極度失望的 我們吃了千多元 但是我吃了什麼呢 我忘記了 唯一是給這個蝦吸引做 試試 好吃蝦 鮮甜的 咬下去是爽的 好吃這個蝦 但是其他就不好吃 然後我們試鴨江 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人在等 我們馬上去拿 是很重的油液味 要加醬 如果不然我覺得有一點酥的味道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吃了甜品時間了 他的蛋糕 即加上一些小甜品 或者是餅乾 100至10款的 整個賣相 完全是不像高級酒店 是像在西餅店的蛋糕 味道方面 因為我只吃了一些 巧克力味的東西 好像Tamisho 或者是黑森林蛋糕 很多都是巧克力甜品 吃下去的味道 也不太大腹 不算是很好吃的 另外有兩款甜品 可以自己在那裏幫你做的 分別有格仔餅 和Crips 原本我看別人做的時候 覺得很正常 吃進口後發現 一點都不正常 因為它超級軟 你看這個 加上試了啤醬 朱尼克醬子 變成生化武器 現在變成 好軟 它的皮是一點都不脆 但是超軟 放了很久的千層蛋糕皮 很奇怪 進口是一坨很軟的醬 至於格仔餅 我加上花生醬 和煉奶 後來我覺得格仔餅 都要有牛油 所以我去了葉昏 那邊 就拿著一個 專門是茶麵包的牛油 就是這個 我自己加 我覺得我挺聰明的 想起這個牛油 格仔餅的外面 都已經不太脆 我覺得是 我本身加的醬 很好吃 即是花生醬 煉奶醬 和牛油 這三種好夾 格仔餅都不太好 一點都不脆 令我以為 放在家裡 五個小時才吃 結果說 都是吃這個 這個是全場最好吃的甜品 還有剛才甜品講漏了 還有一個挺特別的 是有棉花糖 還有一個巧克力瓶泉 不過是白巧克力瓶泉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用來試吃 基本上它的口鮮 一整個多小時 沒有review過 我其實只吃了一次蟹腳 才有我再吃蟹腳 唉 唉 我們就吃完之後 現在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都是因為它是新酒店 所以就上來試一下 而且覺得新的酒店 吃頭糧應該是最穩陣的 質素最好的 但原來這間就完全不是 我們完全是做白老鼠 是 沒錯 完全是幫它測試是哪一件事 是否做得不夠 甚麼是做得不好 可能是剛剛新開張 會有點亂 或者可能有些東西吃得不夠 都有機會 因為今天是第二天開 老實說 我覺得是很失望 大家有看我們自我餐 我覺得這間是 差不多都是最不好吃的一間 不論是它的食物質素 食物種類 它的味道 或者怎樣 其實真的好不行 我們一開始 我打算吃這間餐廳的時候 因為是有一個早餐廳的優惠 趕快看看有甚麼食物 它就有整個名單 其實有些名單 上面的食物 是來到之後 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出現過的 真的不是它所說的 那麼多食物 就算它是名單 但也不代表有 因為我們也遇到幾位觀眾朋友 都有跟我們分享 它想吃那個芒果拿破崙 它是等了一頓都沒有 我也是 其實所以我才留意 但它也有優點 優點就是這裡的裝飾是特別 挺漂亮的 而且人家的服務態度也很好 我覺得一來 其實它是沒有觀看的 沒有觀看的話 唯一擋本 令它漂亮 當然是因為它的裝修 尤其是年尾 聖誕來這些燈火通明的 而且又有外國風情的餐廳 其實是挺好的 但當你吃到這個自助餐的時候 真的令你打退同股 真的會有點不開心 85折了之後 每位都要600元 是很失望的 我吃了1200元 平時吃桃菲300元的質素 是很差 我個人建議 如果大家要過來吃 我想可能要等2、3個月後才過來吃 除非你的目的 是拍攝裏面的環境 即是裝修 那你就可以來了 但如果你是為了吃正常的自助餐 那你就不要來 因為它是說人多 所以才開了ballroom 平時的話 去回歷山餐廳吃 所以那個環境方面 可能就沒有了剛才那些調燈 是很少可 是吃自助餐 吃到不想吃 我到這一刻 我是未飽了 我們是很久不拍過自助餐 打算終於有一間自助餐 可以試一下 怎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這次中了服 大家如果見到我們中服 然後你很開心的話 就記得CLS 按讚和分享三個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響鐘再唱才行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